时间到了 各位同学来跟我一起回顾 上节课我们讲了什么 上节课我们是从增值税的税收优惠讲起 对吧 税收优惠 其实大部分内容 大家就看一看就行了 因为在考试当中呢 考的分值也不高 一般情况下都是以选择题考察 那么在计算题当中会出现什么呢 我其实已经给大家上节课重点 咱们已经强调过了 那好啊 下面我们讲过了增值税的征收管理 增值税的征收管理里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直接关系到我们增值税的计算 大家还记得吗 那个是什么知识点 是什么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那个知识点非常非常重要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我计算 把那个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给我记下来 然后后面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征收管理 还有其他一些发票 最后昨天 不是昨天 里边给大家做了一个增值税的大总结 好了 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讲什么 今天我们进入到了消费税 第三章 首先第三章 咱们讲之前先来说考勤 重要不重要 重要 它属于次重点 增 销 企 个 土 那我们基本上这五个税是比较重要的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销 对吧 仅次于增值税的考察方式考什么 计算题 计算题呢 主要考的就是计算 但是可能有个别小问呢 它会让你做一些简单的这个表述 做一些简单的减数 等到今天我们学到那的时候 会跟大家强调强调 哪些东西咱们可能得背一背 好了 分值十分 各类题型均有所涉及 有没有可能在综合题当中出现 我告诉大家一下 有可能 去年我们研考有一道综合题是 增值税跟消费税结合在一起的 那所以咱们今天讲消费税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住 说回顾一下咱们增值税里学的知识 为什么呢 因为消费税呀很多知识跟我们增值税的知识 几乎是衔接的 有的地方甚至是一模一样的 那一模一样的 咱们就回顾一下 帮助大家回顾一下增值税的知识 好了 各位同学来 第一 那是义务人税募和税率 首先进入消费市之前 咱们先来说一说消费税的特点 大家先跟我想一下增值税的特点 来 跟我想一下增值税有什么特点 还还征收 对不对 而且普遍征收 咱们说了货物 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 不动产 只要是你能想得到的赚钱的 经营的项目 那基本上咱们国家都征收增值税 那你看消费税 消费税它不是啊 消费税它只是针对有选择性的 我们只选了15大类货物 征收消费税 那么我来问大家 什么劳务 什么服务 无形资产 不动产 征不征消费税 不征 我们仅仅是在货物里边 选了15大类 所以看第一个 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具有选择性 我们是只选了那一部分 没有选上的 没有列举出来的 不征消费税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增值税 还还征收 那消费税呢 好 一般情况下 请大家记住 叫单一环节征税 什么叫单一环节啊 我们这个产品 从无道友 生产到这个社会上来 它有生产 生产往外销售 销售 销售给批发商 批发商 在销售给零售商等等 有这么多个环节 那消费税一般情况下 我告诉大家 只在一个环节征收 当然了 我说的只是一般情况 既然有一般情况 那我们一定会有特殊情况 那么所以 在消费税这 请大家注意 它是一个很特殊的税种 我们只有在消费税 这个税种里面 学了这个知识 强调了这个知识 这个知识的名字就叫做 征税环节 请大家画下来 所以 消费税里边 征税环节 所有同学必须掌握 好 再来 消费税的税率呢 差异比较大 多种多样 什么情况都有 所以呢 在我们考试当中 听我说 一般环节的消费税的税率 不需要大家记忆 题目当中会作为 已知条件告诉你 但是这是一般环节 我今天也会告诉你 哪些东西 你要记 所以今天一定要听老师的话 好吗 第四个 消费税的记事方法呢 有一定的灵活性 有的呢 从价 有的从量 有的从价从量复合 我来问大家 看看你们还知不知道 这个知识 请问什么叫从价税 从价税 它的计税依据一般是什么形式 来 同学们回答我 从价税 价格 金额 对吧 所以我们消费税里边 它从价税用的这个征收方式 它的计税依据的单位呀 是什么 元 万元 它是金额 那从量呢 各位同学 量 代表什么 数量 那在我们消费税里常用的数量啊 有什么呢 有多少多少吨 有吨 当然跟吨相关的 有什么 金 公斤 就是500克 1000克 还有吨 所以我们今天会涉及到一个简单的数学 数量 单位的换算啊 如果你数量单位的换算 不会可不行啊 今天我们这个是默认大家都上过小学初中高中啊 这个必须都会 好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升 升我们是针对成品油 是按照数量升来征税的 所以呢 今天我们简单的了解这些 这就是我们消费税的特点 下面我们就来进入到消费税的学习 首先看纳税人的概念 这句话特别长 就是说它实际上哈 它根本没再跟你说纳税人 实际上它在跟你说什么 大家听我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听我说 生产 委托加工和进口 我们这个消费税规定的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 所以大家先读前半句 请同学们想一想 我读完了前半句 你看他虽然说这个标题是纳税义务人 但是他实质上在跟你说一件什么事 实质上他在跟你说有三个重要的环节 什么环节 生产 委托加工和进口 那所以大家先记住三个字 这三个字名字叫做生为进 生为进 这就是我们消费税一般规定下的征税环节 所以征税环节的一般规定 大家搞清楚了生为进 对不对 那还有后面以及呢 国务院确定的销售消费税暂行条例规定的消费品的其他的单位和个人为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 后半句指的是什么 后半句指的就是那些特殊征税环节下 就是不再生为进 就是其他的征税环节 比如批发环节 比如零售环节 在批发环节和零售环节也有公司得交消费税 是纳税义务人 所以这句话呀 虽然看标题叫做纳税人 实际上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这个知识点就是什么消费税的征税环节 所以请大家在这里记住消费税的征税环节有生为进 还有批发和零售 那我来问问同学们啊 生为进为什么有三个字 生为进来 为什么有三个字 我看到同学了说这个有了个谐音梗啊 这个回头就告诉小孙孙老师讲 不错蛮好的 好记好记啊 来生为进 告诉我 生产 委托加工 还有进口 这三个呀 看上去是三个环节 同学们想一想 它到底是三个环节 还是一个环节 我告诉你 这个产品想要到咱们中国境内销售 它是一个消费品 它要么是生产出来的 要么是委托加工出来的 什么叫委托加工 我有这个主意 哎 我买了一些原材料 但是我没有生产能力 我把这些原材料呢 加工方式呢 我都发到你那去 你呢 有生产能力 你有生产线 你帮我把这个消费品加工出来 这叫什么 这叫委托加工 所以你看 要么是生产出来的 要么是委托加工出来的 还有一种情况 那就又不是生产 又不是委托加工的 而是您从国外进口过来的 所以这三个实际上 它是在说一个环节 所以这三个之间是货的关系 是三选一 它这三个环节一定会占一个 所以三选一的关系 这三个环节 大家想一想 是在我们这个产品流通环节的源头 还是末尾呢 生产 进口 或者委托加工 它一定是在咱们这个消费品 在我国国内市场上流通这个环节的源头环节 所以我们说生委进 消费税的特点 它的征税环节 一般情况下 单一环节 生委进 那么生委进实际上是一个源头环节 因为源头环节呢 好把控 那我来再问大家 我们这个消费品 在我们的社会上流通的这个环节 最后一个环节是什么 最后最后到最后了 最后是什么呢 就是卖到咱们消费者手里之前那个环节 那就是商场零售给我们 所以零售环节 也往往是最后一个环节 所以同学们说了 哪几个环节好把控 我告诉你要么就是头 要么就是尾 所以其实一头一尾 是您是最好把控的 批发呢 是中间的一个环节 那批发呢 它比较特殊 好了 所以我们过了 来 原理想解 上半句话说的是生产进口委托加工 后半句话是其他环节 缴纳消费税的 那么这里边同学们说了 有一些问题 这在我国境内生产 委托加工和进口的消费品的 这句话到底应该如何理解 我们分情况讨论啊 各位同学来 生产 生产什么意思啊 那我来问问同学们 这个厂商把这个消费品生产出来了 那我们消费税是要按照他生产的数量去征收消费税吗 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你光生产出来呀 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没有产生销售额 咱不知道他卖多少钱 所以这种情况你光生产 在你那个大库里存着 我们暂时先不交消费税 那什么时候征呢 我们在生产环节到底是以什么为依据呢 实际上是你生产并往外销售的情况 但是有没有特殊情况 有 如果这个商品 这个消费品 您生产出来了 但是你没往外卖 你对外啊 比如说赠送了 然后呢 发职工福利了 然后呢 这个给了一些这个投资者 投资出去了 分配出去了等等 那这种情况我们管它叫自产自用 这种自产自用 也是属于我们广义上的生产环节 你也要视同销售 征收消费税 所以这是第一个生产环节 简单解释了一下 您得一般情况下指的是生产并销售 好第二个进口 进口一个消费品是从国外进口 谁交消费税 进口商 那我来问问大家 进口环节的消费税交给谁 请在评论区回答我 海关记住了 跟进口货物相关的都交给海关 好第三个委托加工 那么委托加工呢 比较特殊 那我们到委托加工呢 会给大家讲啊 这个东西有点乱 委托加工里边有一个委托方 有一个受托方 我有原材料 我把原材料发给你 你呢就是受托方 受托加工吧 所以你是受托方 那在这个过程中到底谁是要交消费税的 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叫做代收代缴义务的 所以这里面委托加工 纳税人还有一个代收代缴义务人 比较特殊 等我们学到委托加工那的时候呢 再去展开讲解 好 同时批发零售 那就是批发的和零售的 是我们消费税的纳税人 所以在这呢 把升尾禁 还有批发零售 简单的帮助大家展开 说了说 那么 今天在这儿 我来告诉大家 今年在消费税章节 新增内容 电子烟 所以请各位同学在右边 给我标记一个新字 那既然是新 我告诉大家 电子烟在今年考试当中 必考 听懂了啊 必考 所以记住了啊 电子烟 所有同学今年要作为重点把握 那么电子烟呢 他因为是2022年的新政 他呢 这个纳税人比较特殊 他跟我们的一般的也不一样 大家看电子烟 为生产或者进口电子烟的纳税人 来各位同学先看前半句 跟我们前面那个升尾禁相比 少了一个什么 记住 少了一个委托加工 所以电子烟第一件事 升尾禁这里 他没有委托加工 为什么呢 看后半句 通过代加工方式 这里的代加工 就是我们说的委托加工 对吧 我把这个电子烟的原料 发给你 你帮我委托加工这个电子烟 好 通过这种代加工方式生产电子烟的 我们说由那个持有商标的企业 一般情况下都是委托方持有商标 应该由持有商标的那个委托方缴纳消费税 如果你这个只是一个生产厂或者叫代工厂 你只是从事代加工业务的这种情况 我们说这个委托加工厂不属于纳税人 所以各位同学把这句话话下来 没有委托加工 只从事代加工业务的这个代加工厂不缴纳消费税 而是由这个持有商标的委托方缴纳 所以这是电子烟比较特殊 所以大家记住了电子烟的征税环节是生没有委了 然后是进 生进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再往后读 批发电子烟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 所以这个情况请大家再给我加上一个 叫做批发 那么大家告诉我 电子烟一共几个环节征收消费税 两个环节 哪个环节 第一个 生进 第二个 批发 所以电子烟它也是两个环节征收消费税的 记住啊 生进是一个环节 因为它只能二选一 然后还有一个环节 就是批发环节 所以这是电子烟的纳税人比较特殊 咱们先了解一下 后边还会跟大家再强调 好 下面到了税目和税率 首先告诉大家 消费税的税率 请大家记住 一般情况下 特别是那些升北进环节的啊 就是那种一般环节的消费品的税率 大家无需记忆 题目当中会作为已知条件告诉你 那么有少部分特殊环节的需要记忆 我会给大家明确的标下来 画下来 让你去回去背 所以除了我明确说的那些其他的不用记忆 学习方法 听明白了没有 同学们 好 来 15个税目 我们现在就来一个一个税目的简单说一说 第一件事 烟 烟有哪些呢 卷烟 烟丝 雪茄烟和电子烟 这里面呢 卷烟是什么 大家应该都知道抽的那个烟卷 烟丝是什么 就是那个卷烟 你要把那个纸皮撕开 里边都是那个烟丝 好 雪茄烟呢 那就是可能有钱人抽的那个进口那种什么 最好的古巴雪茄 对吧 那是雪茄烟 但是我也没抽过 不会抽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咱们今年新增加的 叫做电子烟 电子烟同学们有没有人记得 这个知道是什么东西 电子烟 我们现在那个 比如说中国现在整天拿一个电子烟 抽抽抽 它是好像没有说什么浇油啊 没有那些东西 但是纯粹的那种尼古丁 那个是电子烟 对 叫电子物化器 好 来 往下看 卷烟里边 这些东西 不用你深究它是什么 只是名字 简单 熟悉就可以了 进口的卷烟 白包的卷烟 手工卷烟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卷烟税目 然后呢 雪茄烟没有什么要说的 烟丝也没有什么要说的 那么这里面提示大家一个 请问大家烟液是不是消费税烟税目下面的 告诉我烟液是不是 记住 不是在这给我画下来 烟液不是 为什么 烟液它是一个农产品 它是从那个植物上摘下来的 所以烟液不是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不征收消费税 那么咱们继续往下说 到了卷烟这个子木里边 卷烟这个子木根据你的出厂价 也就叫掉波价 根据你的出厂价不同 我们这个卷烟又分为两类 一类叫甲类 一类叫一类 所以大家在这儿要了解一下分类 那这个分类是怎么分的 我告诉大家 甲类乙类为什么要分甲类乙类 大家看这个税率表 你会发现 甲类是出厂价 每条在70元以上的 含70的 所以大于等于70的叫甲类 如果一条烟在70块钱 以下的 我们就叫乙类 所以是根据这一条烟的价格 去决定甲类和乙类 当然这里面是不含增值税的价格 那么为什么要决定甲类或乙类 简单理解 就是因为贵的烟 我们对你争的消费税的税率就要高 您的烟便宜一点 我们给你定的税率就低一点 所以我们要分甲类和乙类卷烟 那么在这里面税率大家不用记 大家需要记的是甲类乙类怎么分 分水岭是多少钱 给我记下来70块钱 70块钱 好了 一条有多少只 来 这呢 这呢 待会别着急 我们待会有个那个单位换算 大家可以看后边 我们这有个单位的换算 帮助大家去回答你们这些问题的 每条 每箱 每支等等 看单位换算就可以了 好了 卷烟 甲类 乙类 说完了 下面 税率来这儿啊 我们先把这个税率讲 记住 卷烟 批发环节 它要再加征一道消费税 这道消费税 请大家给我划新号 这一道消费税 请大家给我背下来 记住了 去年考了一道选择题 考卷烟在批发环节的消费税 有一个简单的计算 题目当中 已知条件里没有给税率 所以在特殊环节 现在我们考试的趋势就是消费品在特殊环节征税 税率是不给你的 所以这些特殊环节大家税率要给我背下来 好了 记住 只有特殊环节的 什么叫特殊环节呢 批发环节 好 背下来 那么再往前 咱们再回来 卷烟 咱们说完了 电子烟 简单解释一下 电子烟呢 就是用一些这个电流 它把这个什么尼古丁啊 产生一些气溶胶 然后让人吸进去 对吧 让人爽 那么这里边呢 电子烟其实有很多那个部件的 所以你把这个电子烟如果拆开的话 里边会有什么烟弹 烟锯 还有呢 烟弹跟烟锯组合销售的这东西 所以记住啊 电子烟甭管您是整个卖 还是拆开了卖 拆开了卖叫烟弹烟锯 那甭管是整个卖 还是拆开了卖 都是属于消费税 电子烟的征税范围 听明白了吗 好了 最后一个批发环节 我们在烟税木下边 有两个子木是在批发环节 要加征的 来各位同学给我画下来 一个是卷烟 一个是电子烟 这两个东西都是在批发环节 要加征一道消费税的 那么我来请问大家 批发环节加征 什么叫加征 注意这个加字 什么叫加征 请问 升尾进环节 征不征 卷烟是升尾进环节 电子烟没有尾了 只有升尽环节 征不征 都征 那么在批发环节呢 税上加税 所以他一共征两遍 征两道消费税 所以记住了 卷烟和电子烟都是在批发环节 加征消费税 好 在这儿 我们来看 卷烟的税率 刚刚说完了 下面电子烟 大家看电子烟的税率形式 告诉我 电子烟的税率形式 叫做什么计程方式 来评论区告诉我 这叫什么 这叫从价税了 你看没有说多少多少钱一支了 对不对 这个多少多少钱一支的这个东西 叫从量税 所以各位同学记住 在烟的税务里边 只有卷烟 是从价税和从量税 加一块叫做复合计征 而到了电子烟 搞清楚 这是今年新增 非常重要 给大家画下来 电子烟甭管您是生进 还是批发环节 我们都是从价税 这两个东西哪个需要备 批发环节 需要备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电子烟在批发环节 加征的这道从价税 你会发现 实际上跟我们卷烟 在批发环节加征的前半拉 从价税 你看你看 比率都是11% 他们俩是一样的 所以你就记住啊 甭管是电子烟还是卷烟 我们批发环节 从价税都是11% 只不过卷烟呢 多了一个从量税 卷烟在批发环节 又多了一个从量税 所以卷烟在批发环节 仍然是复合即征的 所以这儿 各位同学需要大家备一备了 卷烟的更多 是的 没错 因为卷烟它又还得征一个从量税 它是从价加从量 这叫复合即征 听明白了啊 好 所以这块我们就过了 雪茄烟烟丝 税率不用备 咱们过了 好 下面 这里面呢 提示大家了 电子烟是双环节征税 包括了 升 进 还有我们的批发环节 那么 同时 各位同学 最犯处的是 卷烟的这些单位换算 在这一张表里边 大家发现了 给大家列出来了 甲类 乙类 还有批发环节 那么 我觉得 大家需要稍稍记一下的 就是 这块 这块 以及这个税率 这个箱呢 也可以记一下 我觉得大家看这个东西 主要是熟悉 那么 如果 你在考试当中 你说这个东西啊 你不想记 你不想记 它的话 那么 请同学们记住 前面的换算 来 一支烟 这是一支烟的单位 是额 那到了这呢 注意了 一条烟 一条烟里边 请问同学们 大家知道是 一条里边都是按核的 对不对 一条里边一般是十核 一核是二十支 所以呢 一条里边实际上就是 二百支 所以呢 这边的这个 0.3分 对吧 然后乘上200 实际上就是六毛钱一条 所以甘管是甲类乙类解键都是六毛钱一条 批发环节 卷烟批发环节是 一块钱一条 其实这个一块钱很好记啊 很好记 那好了 一条咱们说完了 那有的时候它 论乡脉了 对吧 批发的时候肯定论乡脉 那一箱是多少条呢 一箱是 二百五十条 所以这么几个单位呢 说实在的啊 如果那些数学不好的同学 你稍稍的把这里边给记一下 好吧 好了 那我们这个单位换算 这个就过了 好了 那这东西啊 没有什么可讲的 简单的数学换算 这个咱们不解释了 也不上课 浪费大家时间去帮你做这个数学换算了啊 不用我换算了 对不对 没问题啊 那说白了就是回去记一记就行了啊 好了 不用我再换算了啊 那我就成交小学数学的了啊 好 过 第二个 酒 到了酒呢 有点多 酒第一个事啊 我们包括哪些酒 大家现在了解 叫做白酒 还有俩 黄皮 黄酒 啤酒 放一块儿记 黄酒 大家应该都知道 对不对 家里边那个做菜啊 有时候去餐馆吃饭啊 特别是那个江浙户那一带 是不是 去餐馆吃饭 特别爱喝黄酒啊 然后冬天把那个黄酒加加热 然后喝一小钟特别美啊 所以黄酒就是那个江浙户 咱们爱喝的黄酒 啤酒不说了 然后其他酒 其他酒里边呢 包括我们什么的普通酒啊等等 都属于其他酒 所以这是我们酒的分类 记住 这些东西都要征收消费税 好 第一件事 白酒 白酒呢 需要大家记得是 计征方式比较特别 叫做复合计税 刚才咱们已经讲了一个复合计税的了 来 什么 卷烟 对不对 现在这来第二个复合计税的出现了 好了 各位同学 到这 所有消费品里边 就这俩 复合计税的 所以各位同学 现在你就可以来开始给我记 咱们现在随讲随总结 卷烟 白酒 这两个东西 采用的计税方式 叫做复合计征 什么叫复合计征 一道从价税 一道从量税 这两个给我记下来 卷烟和白酒 好 再来 黄酒 啤酒 没有什么可说的 啤酒简单的有个小备注 那我们经常夏天去什么啤酒花园啊 什么大排档啊 等等 那种时候 啤酒屋里边啊 你看他有的时候那种啤酒屋 比较好一点的 有那种巨型的那种 自己酿啤酒的设备 对吧 这自酿的扎啤 什么的 经常出现 所以这种情况下 他们叫做利用啤酒设备 自己生产的啤酒 生产出来 直接打出来 咱们就喝了 所以这种情况 记住 要不要征收消费税 要征 按照什么征 就是啤酒 所以记住了 这些什么以餐饮啊 包括夏天那个什么大排档啊 娱乐呀 自己生产出来的啤酒 也要按照啤酒征收消费税 所以记下来了 那么还有一个女生爱喝的 什么葡萄味的 什么菠萝味的 什么水果味的啤酒 只要你有酒精度数 都征 好吧 都征 所以这是果皮 大家记住了 也要征 好 那么这是啤酒 两个简单的注释 再往后 其他酒 他问电子烟不是复合计税吗 还打两个问号 来 咱们刚才学没学 刚才学没学 刚学完东西 你就忘了吗 回去自己看前面的记录去 来 其他酒 其他酒这里边呢 我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原理到底是什么 这块呢 就是有些酒吧 它不好好卖 它给你放一个什么保健的 什么那个卫生的等等 你说喝酒 怎么可能有保健作用呢 就都瞎扯淡 但是呢 人家酒上就说我是药酒 我是调制酒 我是配制酒 那这种酒咱们怎么说 到底按照什么征税 我们这决定的是 它到底按照什么征税 对吧 我来跟大家说 就是度数高一点那些 它是以蒸馏酒 或者酒精 作为低基 就是作为基础配出来的 以这种蒸馏酒 或酒精 作为基础配出来的 如果它度数低于38度 属于其他酒 如果它度数高于38度 请问同学们属于什么酒 属于白酒了 那为什么说 它低于38度 属于其他酒呢 它低于38度 酒精度数比较低 对人的身体伤害比较小 所以我们其他酒的税率是低的 所以这搞清楚了 我们说度数低于38度的是其他酒 好 再来第二个 第二个呢 也是这些 具有什么保健功效的调配酒等等 这种情况就是度数稍微低一点了 它不是以蒸馏酒或者酒精为基础调制出来的 它是以发酵酒为基础调制 有没有同学知道什么是发酵酒 举个例子 典型的 啤酒 还有我们经常在家偶尔喝一喝一小杯的葡萄酒 这两个是典型的发酵酒 那你想想 对还有米酒啊 是的 米酒 所以大家想想 米酒 啤酒 葡萄酒 这些的特点是什么 度数低嘛 对不对 所以以发酵酒为酒基调配的 如果咱们说这个度数低于20度 我们仍然按照其他酒征税 如果高了 好 白酒去 所以这咱们讲的是蒸馏酒 酒精低于38度的 发酵酒低于20度的 我们都来属于其他酒 按照其他酒征税 所以这各位同学能听懂不 听懂了这个东西 其实你就能大概理解了就行 不用死记它 好吗 没问题的给我评论区打一个1啊 我同学问这个呃 那个什么是蒸馏酒 对吧 我告诉你典型的蒸馏酒 咱们国家的国宝 蒸馏酒就是白酒 那你要说那个俄罗斯的 那就是福特加 对吧 你要说那个欧洲的 那就是威士忌 对吧 那都是典型的蒸馏酒 好 所以一和二咱们说完了 来第三个 葡萄酒 葡萄酒呢 是属于其他酒的 所以直接按照其他酒征税 好 没有在上面这里边的 除外的直接兜底条款 其他的咱们没有包含的 直接都按照白酒征税就行了 那宁可啊 宁可误伤 咱们也不能漏掉一个 好 最后一件事提示一下 大家做饭 放的料酒 还有呢 你平时家里边消毒 什么那个75度 那个酒精 要不要征收消费税 记住这都是咱们日常生活中 必须的 请大家把提示画下来 料酒酒精都不征收消费税 记下来了 好 税率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格 税率啊 在这 这个这个这个 咱们就不说了啊 白酒是复合即征 刚才已经讲过了 但是在这 我要说一下啤酒 啤酒在这呢 啤酒首先啊 大家说 它是从量计征 还是从价计征 看税率形势 告诉我 哎 250一吨 220一吨 那么为什么这个税率不一样呢 因为对于啤酒来说 我们也像那个卷烟似的 咱也分一分 贵的和便宜的 对吧 贵的那就叫假类 便宜的 差一点的啤酒 那就叫乙类啤酒 所以到底怎么算贵和便宜 请记住 每吨的不含增值税的出厂价 是3000 所以这个分水岭也要记住 来 考大家一下 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卷烟 甲类乙类的分水岭 到底是多少 打在评论区 一条 70 那 到啤酒这就是一吨 3000 那么这个3000啊 到底怎么判断一吨多少钱 单价到底怎么算 稍稍有点讲究 但是这个讲究呢 在我们注快税法上 不是重点 如果你未来学到税务师的税法一呢 那个就是重点了 但是咱们注快税法 咱们就提一句 记住 出厂价3000块钱 我们到底拿什么去跟3000比 你所拿的一个出厂价 一定要包含 画下来 含包装物及包装物压金 大家想一想 啤酒的这个包装物压金 一般情况下是什么东西 告诉我 玻璃瓶 对不对 是吧 我们说啤酒喝完可以退瓶吗 所以它一般情况下 大家可以理解是含瓶 含瓶 但是注意了啊 这个3000块钱 虽然咱们说含包装物及包装物压金 一般情况下就是瓶 但是不包括那种叫重复利用的 塑料周转箱 有没有同学见到过 您就去那个街边上卖那个烟酒的小店 小超市 您就说 那个老王 来 我扛一箱啤酒啊 他就给你呱唧端出一箱 那个塑料周转箱 那个塑料周转箱里面能放24瓶 好 您拎着这24瓶就走了 那个叫做塑料周转箱 各位同学明白了吗 塑料箱子 对的 所以记住了 这3000块钱的出厂价里边 请记住 含普通包装物 也就是瓶 但是不含 箱子 来 举个例子 各位同学 说这个一箱啤酒 咱们说这个一吨啤酒 说这一吨啤酒呢 出厂价2900 咱们这都是不含增值税的价格 不含增值税2900 然后呢 我跟你大家说 我说这个一般的包装物 也就是这些瓶 我每一吨收它100块钱 然后这一吨里边 我还要再收可重复使用的叫塑料周转箱50元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这包装物押金平代箱一共收了150 那请问各位同学 这个啤酒 这个啤酒到底算哪嘞 来 算哪嘞 注意了 这个我来补充一下条件 这个是不含税的价 那我来再跟大家说 包装物押金和塑料周转箱 我没说含不含税 注意了 我没说这含不含税 请问各位同学 你们应该默认这俩玩意儿怎么着 默认他们俩是含税的 所以含平不含香 我们要算单价的时候应该怎么算 2900是不含税的 加上100咱们得做价税分离换算 这个东西才是我们真正的出厂家 那这种情况我来问同学们 到底是哪一类 这种情况下就是一类了 肯定是小于3000 因为您含税的包装物押金 加一块是3000 您要给它换算成不含税的 肯定是小于3000 对吧 所以各位同学 这个例子能听懂播 这个例子听懂了就可以了 再深入再细致的 不用再理解了 好了 就到这个程度 没问题的 给我评论区打一个2 记住了 这个香不能算 所以它我们在算单价的时候 不能算塑料周转香 好 过了 那底下这个白酒注意了 复合计争的提示了一下 有一个从价税 有一个从量税 咱们待会有白酒的题目 让你练练手 好 那么这里面又来了 这讲的是什么 单位换算 对吧 单位换算 所以这里面我跟大家说 这个单位换算呢 咱们待会有一道题 说的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表 如果你不知道500克跟1000克跟一吨是怎么换算 请你把这个表课间给我熟读了 咱们这都给你写的清清楚楚呢 这我来问大家一下 这个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说一斤 大家知道这个一斤是多什么 这个斤呢 一斤呢 实际上就是500克 那一公斤呢 是几斤呢 一公斤就是1000克 对吧 1000克就是两个500克 所以这个单位换算 大家要搞清楚 一会咱们还要跟吨换算 别迷糊 好了 这块也是小学数学 所以我也不讲了 可不可以 大家一会呢 课间自己不知 如果不知道的话 自己回来看一下 咱们一会有一道题 直接练一下就行了 可以吗 可以啊 过了 好 第三个 高档化妆品 首先第一件事 高档化妆品有多高档 在这已经给你写下来了 那所以这里面 其实我们对高档呢 是有个价格上的要求的 所以这是高档化妆品 但是啊 各位同学 我告诉你 在咱们筑块的考试里边 题目当中会很善良的 它怎么善良法呢 它不会让你算这个 一克 一毫升是多少钱的 它一般情况下 会给你明确给你俩字 这俩字就叫做 高档 所以记住了啊 题目当中 它明确会给你高档化妆品 那如果题目当中 给你的不是高档化妆品 它说中档化妆品 请问您要算消费税吗 当然不用了 您不用想那么多 题目当中没说高档 它就不是高档 明白了啊 所以高档化妆品 要交消费税 那么这里边包括了什么 美容的 修饰的 女生 包括我们现在上课啊 用了那些粉底液 打的粉底液 然后呢 还有记住了 高档护肤类化妆品 这个东西呢 我其实曾经给大家举过例子 我说这个 请问同学们 这个女生经常爱用的 那个SK2的神仙水 我来问问大家 你拿那个价格算一下 属不属于高档化妆品 哎 同学们 课间给你们这个任务啊 告诉我属不属于 好吧 神仙水 属不属于高档护肤类化妆品 当然还有一个成套类的化妆品 那这就是我们高档化妆品的范畴 有一个特例 请大家把这句话给我画下来 来 舞台 戏剧 影视 那就是我们演舞台剧 演画剧 什么影视化妆用的这些叫上妆油 卸妆油和油彩 唱戏 画大白脸 那东西 记住 不属于消费税的征收范围 不征收消费税 所以这儿画下来 考试的考点就在这儿 税率不用记 好了 高档化妆品 我来问图形啊 我再来扩展一下 高档香水属不属于 回答我 香水属不属于 我告诉你啊 香水也是属于的 是属于的啊 这个女同学用的口红属不属于 我告诉你也属于 口红属于修饰类的 明白了啊 所以记住啊 香水是属于的 好 再往后 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 那么在这个第四个里边 记住了啊 在贵重首饰珠宝玉石里边呢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 大概的范畴 同时第二件事 我们在这里边 我们要人为的 把这一个税目 给它分成两措 分成两堆 我们说金银 薄金和钻石 给它分成一堆 其他的那些珠宝玉石 给它分成另外一堆 为什么要人为 给它做这么一个划分呢 我告诉你 因为它的征税环节 不一样 记住了 在这个税目当中 出现了一种征税环节 非常特殊的东西 咱们待会儿讲 首先来看这个税目都有什么 金子 银子 白金 白金就是薄金 宝石 宝石各种什么 黄宝石 蓝宝石 什么粉宝石 什么绿宝石都有啊 然后呢 珍珠 记住啊 珍珠也是属于 钻石不说了 翡翠 珊瑚 注意了 珊瑚 什么玛瑙 记住 这些东西啊 你别看这个珊瑚 是从水里捞出来的 它也属于 珠宝玉石 所以呢 这如果有男生不懂的话 稍稍看一下 这些属于高贵的啊 稀有的物质 记住了 最后还有一个 你可能觉得比较例外 记住了 咱用人造宝石制作的那种贵重手势 请问争不争消费税 也争收消费税 所以单独画下来 人造宝石也属于 那么这里边包括了纯金银手势 然后金银上面镶嵌个什么宝石的镶嵌手势 还有经过开采出来的 简单打磨 简单加工 形成的各种珠宝玉石等等 所以这是我们贵重手势 即珠宝玉石 有一个点啊 告诉大家曾经考过的 有一个东西叫宝石批 宝石的批子 征不征消费税 我告诉大家征收消费税 画下来 所以这两个啊 同学们容易迷糊 单独咱们提示过了 你就得记住了 听明白了啊 好 再往后 到税率这 咱们就得划分一下了 怎么划分 先想看第一个 咱们说了 整个这个贵重手势 及珠宝玉石 我们给它人为分成两堆 一堆叫做金银手势 还有钻石及钻石饰片 还有薄金手势 各位同学 四个字 金银薄钻 来跟我一起写下来 金银薄钻 这四类东西 非常特殊 我们在这个税务里边 把这四类东西给它划分成一堆 为什么划分成一堆呢 因为他们 注意看 后边划下来 在零售环节 缴纳消费税 税率 百分之五 我们说在零售环节 缴纳消费税前面 我再给你加一个字 叫做仅在零售环节 当然法条上没有啊 是我给你加的 请问各位同学 金银薄钻 升尾禁环节 要不要交消费税 回答我 注意读这个字 什么叫紧 紧的意思就是 纸 所以他们 纸在零售环节 交消费税 生产 不交 进口 不交 委托加工 也不交 什么时候交呢 到了最后最后 末端了 纸在零售环节 征收 他们是我们国家 对于消费税 征税环节 后宜的一个排头兵 一个先行试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的征税环节 咱们国家人为 给他拉到了最末端 叫做零售环节 所以他们是紧在零售环节 征收消费税 因为环节特殊 税率5%要备 好了 这就是金银薄钻 再往后 其他的 其他的呢 一般环节 税率也不用备 所以其他的就是 普通的升为进 所以其他的 咱们不说了 只需要大家单独记得 就是金银薄钻 紧在零售环节 缴纳消费税 好 再往后 不同环节 不同手势 他们到底在哪争 金银手势 金银镶嵌手势 薄金手势 还注意这个镶嵌手势 如果我说是一个 各位同学 我说这个叫金手镯 上面镶嵌了一个绿宝石 你告诉我 属于什么 仍然属于金镶嵌手势 它仍然是在金银薄钻这 所以这个点提示大家了 所以你看这 金银手势里边 实际上包括了 用金子作为基底的 用银子作为基底的合金 还有金银金鸡银鸡的镶嵌 金字上面镶嵌的东西 所以它们都是属于金银薄钻的范畴 所以这呢 稍稍了解一下 所以这种情况 金银薄钻 只在零售环节征税 除了金银薄钻之外 其他的珠宝玉石 其他珠宝首饰 那跟一般规定一样 没什么区别 来 注意了 还有一件事 这个也是在曾经有一年 那个考题的选项当中出现的 金条 金币 这玩意儿 银行经常卖对吧 说理财的 那个贪官物理家 家里边那个房子 墙一打开之后 全是金条 那这东西争不争消费税 记住 这种叫投资收藏的东西 不争收消费税 画下来 所以这个东西啊 不争消费税啊 连接的是投资属性的 好了 所以金银首饰 这个贵重首饰 我们就讲完了 鞭炮烟火 鞭炮烟火呢 这没有什么特别提示的 只有一个不包括的 不包括体育上用的 发令纸 还有鞭炮药引线 这个东西 因为是我们体育上用的 还有那个鞭炮 鞭炮是放的那个东西 但是它那个引子 那个线很长很长 那个引子 它不争消消费税 好了 再来成品油 第六个成品油 成品油这个里面啊 我告诉大家 它的税务里边啊 有一大堆专有名词 大家呢 咱们也都不是这个 化工行业的 咱也不是这个专业的 这里边好多东西 我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所以各位同学 成品油这个税务 咱们就记那个 子类的名字就行了 什么叫子类呢 画到这儿 一 二 一汽油 二柴油 三 食脑油 四 溶剂油 五 航空煤油 六 润滑油 第七个燃料油 好了 就记到子木的范畴 就可以了 再往后更深入的这些东西 不需要背 我有一些东西提示大家的 画一画 把提示的给我留意一下就行了 所以成品油这个税务里边怎么学习 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记到我们的子木 记到子木之后 里边有特殊项目 单独拎出来 单独熟悉 就可以了 明白 第一个 汽油 汽油呢 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啊 开车出去都是叫 加的就是乙醇汽油 甲醇汽油 那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汽油 反正只要是车 加进去 能跑的 就是汽油 对吧 这种汽油都征收消费税 所以这是第一个汽油 第二个柴油 柴油不说了啊 柴油是我们那个什么大货车呀 大卡车呀 烧的是柴油 还有我们什么拖拉机呀等等 烧的都是柴油 那有些用柴油调和成的叫生物柴油 生物柴油 也要征收消费税 当然我们有一些特殊规定 记住 生物柴油虽然说一般情况下 要征收消费税 但是我们有一种特殊的 说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 叫纯生物柴油 咱们有一个免征规定 但是这个免征规定呢 也就仅仅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 生物柴油一般情况下要征收 但是有一些免征规定 符合环保标准的 符合这个资源综合利用原则的 我们是可以免征的 这是柴油 第三个食脑油 这食脑油呢 就是咱们也不是特别懂啊 干什么的 所以这些东西呢 不用挤 这里边东西都不用挤 看一眼就可以了 第四个溶剂油 这个溶剂油呢 曾经烤过 所以把这里面给大家画出来 这两个 题目当中问你 这两个属不属于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你要能选出来 记住 橡胶填充油 溶剂油的原料 都是属于溶剂油 好 征收消费税 第五个 航空没有 记住 航空没有 有一个结论 叫做 暂缓征 那我告诉你 现在 它就是 暂不征收 暂缓征 就是暂不征的意思 所以各位同学 如果啊 举个例子 题目当中 如果问你说 下列消费 下列货物应当缴纳消费税的事 请问选不选 注意看 我的题目的设问方法 应当缴纳消费税的事 选不选 不选 那我再来问你啊 说下列货物当中 属于 听我啊 属于消费税征税范围的有 选不选 告诉我选不选 选了啊 所以你看我 问的这个问题 属于征税范围 没错 不代表它 它一定就要缴纳消费税 为什么呢 因为属于征税范围 它有可能暂时先不征 就比如说 航空没油 属于征税范围 有可能它能享受免征 也不用交 所以记住了 属不属于征税范围 跟缴不缴纳消费税 是两种设问方式 做题的时候 瞪大眼睛 看清楚了 别迷糊 好吗 这就是航空没油 再来润滑油 润滑油呢 注意看 里边有几个 我们说这个润滑汁 然后呢 其他的这些润滑传品 曾经考试还出现过 这两个东西 变压汽油 导热油 这种叫绝缘油类 这个东西 不属于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不征收消费税 其他的上边的都要征 什么植物性的润滑油 矿物性的润滑油 等等等等 都要征 润滑汁 不要征 但是只有奔压汽油 导热油 绝缘油 他们不征收消费税 单独计 好 最后一个燃料油 简单了解 没有什么烤点 好了 这就是我们成品油 成品油 一个七共一共七个子目 首先七个子目 大家要记住 那么我们在这个 每个子目里面呢 提示了几个小点 大家熟悉就可以了 好 成品油过了 成品油的税率不用计 题目里都会给我们的 然后这里面我们有一个用废物综合利用生产的成品油的免税规定 略掉了 不用看了 为什么 这个就延期到今年10月31号 然后就没再延期了 不知道到了10月份会不会颁布一个新政策 所以这个政策马上到期了 大家不用学了 过了 好 第七个 小汽车 小汽车这呢 第一件事 我们这个子目到底分为哪两个子目 第一个子目叫乘用车 第二个子目叫中轻型商用客车 大家看啊 什么叫乘用车 什么叫中轻型商用客车 它到底是按照什么来定义的 大家会发现 它是按照座位数来定义的 所以记住了 乘用车是不超过9座的 叫乘用车 什么叫中轻型商用客车呢 10到23座的 叫中轻型商用客车 好了 提问 说我这个车呢 没座 我这车就一个司机座 我这个车是一个大货车 请问各位同学 交不交消费税 不交 那我再来问大家 说我这个车呢 上面一共有50个座 50个座是什么车 就那种上下班那种大型的大轿子车 旅游的那种大轿子车 大客车 请问争不争消费税 记住了 也不交 所以搞清楚了 什么货车 什么挂车 什么卡车 什么挂车 什么大客车 这些东西一概不争消费税 画下来了啊 好 那么乘用车 中轻型商用客车 如果你用排气量小于1.5的底盘 改的属于乘用车 用排气量大于1.5的底盘 改装的属于中轻型商用客车 所以你用底盘改装的一些也是属于划分到这两个子目当中 那么第三件事在我们小汽车这个子目当中啊有一个特殊规定大家跟我一起来看很重要 首先他叫超豪华小汽车 怎么定义他是超豪华的 我们说零售价 不含增值税的零售价是130万 几以上的属于超豪华小汽车 那么大家都知道您卖130万 而且还是不含增值税的 那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那个请问奔驰宝马有没有卖130万 有奔驰宝马也有特别贵的 对吧 那再比如什么 兰博基尼 法拉利 什么宾利等等啊 那典型的都是超豪华小汽车 所以那些车因为太豪华了 怎么着 国家对你刻意重税 所以记住了超豪华小汽车 我们是在零售环节 画下来加征一道消费税 注意零售环节加征消费税 是叫超豪华小汽车 那么请问生产进口委头加工 交不交 回答我 交 那么我再来问同学们 生产进口委头加工交 那么生委进环节 我们是不是也说叫做超豪华小汽车 什么不叫了 不叫了 生委进环节叫什么 叫这里 明白了吗 说您那个大宾利 您进口过来 您按照乘用车进口 所以您那个大宾利进口过来 说您进口的时候 按照他交 明白了 按照乘用车交 等到零售环节 卖给我们消费者的时候 我们看的是零售价 您特别老贵 按照超豪华小汽车 再交一道 所以这各位同学能听懂的 评论区给我打一个三 所以生委进和零售环节 那么这里面要注意 提示几个要点 第一个 电动汽车给我画下来 电动汽车不征收消费税 第二个 沙滩雪地卡丁高尔夫这些东西 那都是在特殊区域专用的 比如说沙滩车就在海边沙子的跑 雪地车 那就是在雪地里边 卡丁车就是在卡丁车的赛场里边 不能上路的 还有高尔夫是在高尔夫球场里面跑的 所以这些车 记住不属于征税范围 所以这几个也常好 电动汽车 我们现在很火 大家电动汽车要单独记一下 电动车 我们现在都不征收消费税 就是国家卖的那个油补贴的 上那个绿牌的 那都是电动汽车 最后一个 构金一些货车或乡市货车 改装生产的一些那个什么 卫星通讯车 比如说什么电视台 电视台呢 拿一个乡市货 拿一个什么金杯 改装了一下 改装成一个卫星通讯车 他们是专用车辆 所以他们不征收消费税 所以最后这个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那么超豪华小机车 有一个东西要记 超豪华小机车 因为它环节特殊 所以10%的税率 各位同学要背 好了 背下来了 来 各位同学来 算一算 今天到目前为止 有几个税率让你们背了 来 第一个税率 第一个税率 卷烟 批发环节 对不对 第二个 电子烟 批发环节 对不对 第三个 金银博钻 零售环节 仅在零售环节 第四个 什么 超豪华小机车 零售环节 加征 所以各位同学需要大家背的 目前看起来 一共几个 四个消费税的税率 它们都是特殊环节的税率 两个批发 两个零售 大家要把两个批发 两个零售环节的税率 给我背下来 好了 这就是超豪华小机车 第八个 摩托车 摩托车呢 我们的排量有限制 250和250以上的排量 叫摩托车 你们那个平时日常说买了一个小电动摩托车 请问 蒸不蒸消费水啊 各位同学 蒸不蒸 您没有发动机 对吧 电动的车呢 都没有排量 所以都不征收消费水 好了 那么小型的气缸容量排量在250毫升以下的小排量摩托车呢 也不征收啊 什么小电牛也都不征收 税率不用计 因为它是一般环节的都不用计 所以这是摩托车 没有什么提示的 再来 高尔夫球及球具 高尔夫球及球具呢 要注意第一件事 高尔夫那个小白球要征 所以这是球啊 第二件事 打高尔夫球那个轮的那个杆 要不要征 要征 但如果这个企业说 你对这个杆不是要征收消费税吗 那我们把这个杆给它拆开 拆成了杆头杆身和握板 咱们分开生产 这样就避开消费税了吗 所以我们说了 您的这个高尔夫球杆啊 您要是拆开生产 我们仍然杆头杆身握板 都得征消费税 所以您拆开了 也得征消费税 整个球杆 甭管您是合一块产的 还是拆开了产的 都要征消费税 第三个 还有一个叫做高尔夫球包 这个东西啊 或者要球袋 有没有能够见到过 对吧 有那种啊 你去那个什么富人区 你就看那个富人区 打高尔夫去 有一种立的特别高的那种 然后大真皮包着的那种 专门是放那个高尔夫球杆的那种包 是那个东西 您说我去健身房 我背了一个健身包 然后我说我这是高尔夫球包 您说了算吗 不算啊 所以人类的是专用的包 明白了吗 所以这衍生出一下 我们说我们什么高尔夫球帽 我说我爱戴帽子 我戴了一个高尔夫球帽 你看我这是高尔夫的 争不争消费税 不争 明白了吗 好了 所以高尔夫什么穷帽戴个帽子 穿个什么Polo衫 您穿个什么鞋子 您说我这高尔夫的 都不争消费税 咱们就是真正人家打的那东西 才交消费税 您这装带一把狼的 别跟这争 所以这是高尔夫球及球具 好了 过了 税率不用备 再往后 高档手表 高档手表到底多高档 一万以上 那这仍然是不含增值税的价格 所以一万以上的属于高档手表 争消费税 了解一下就行了 来 游艇 游艇大家更知道了 更高档了 对吧 什么叫游艇呢 挺大的 对吧 然后内置发动机 可以在水上移动 主要用于什么呢 水上运动 休闲娱乐等等 这种叫做各类机动艇 那么有的时候 请问大家这个无动力翻艇 说我这个艇啊 没发动机就一个翻 这风往哪吹 我这个艇往哪跑 请问这个艇争不争消费税 不争 虽然咱们有的时候看到那个帆船 它也挺豪华的啊 那种叫无动力翻艇 不征收消费税 明白了 所以这提示一下啊 无动力艇 翻艇 都不征收消费税 那我再来问大家一个 哎 有没有那种广东的同学 哎 比如说那个江浙户的同学 那个水运发展的说 我们那个 比如说啊 从那个这个广州 哪个码头 来坐船去深圳码头 就那种 负责这种码头水上客运的那种船 甭管是什么样的船 说那种船 也是有发动机呀 请问 交不交消费税 不交 注意啊 人家是水上运动 休闲娱乐的那个东西 人家咱们这是杜伦啊 专门是交通工具 不征消费税 好了 所以这是游艇的范畴啊 好了 那么第十个 木质一次性筷子 这里边呢 木质的首先强调 同时再强调 它必须得是一次性的 说木质的 我可以重复利用的 也不交 或者您说 我这是一个什么纸质的 竹子质的 一次性的 那它也不交 所以这两个条件 必须同时满足 又是木头制的 又是一次性的 那么不包括竹制一次性筷子 也不包括可以反复利用的筷子 都曾经出现过 有一些那个 这个原生产商 它的一个初加工产品 什么叫初加工产品 就是这个筷子 没有经过说模型 没有经过打磨 倒角都没经过 它还有经过第二个工序呢 所以这儿 未经打磨 倒角的这种木质一次性筷子 它是一个初产品 这个东西也要征收消费税 所以这是木质一次性筷子 好了 第十三个 石木地板 石木地板呢 画一画啊 这里面 稍稍画一画 因为石木地板 我们有的时候考这个 征收的方法 也考的还比较细的 纸接地板 那是讲的是一个拼接方式 然后还有一个地板 叫石木复合地板 现在特别火的 石木复合地板呢 它可能有一些优势 不像那个石木 是那么难打理 所以石木复合地板 征不征消费税 征 有的人家说这个地板 说刚贴地上不行 贴墙上 比如我家 就一块什么电视墙 贴的那个木地板 那这种情况 我用这个石木地板 贴在墙上 装饰电视背景墙 请问 交不交消费税 人家呀 跟你这个地板贴哪没关系 明白了吗 您贴加墙上 贴天花板上 不管 反正我看你这个是石木 和石木复合的 我们都要征收消费税 那么这里边 还有一些细节啊 什么 纸接的 拼接的 石木复合的 还有一些什么 白P板 素板 漆板 等等 这些东西 都要交消费税 这就是我们的 石木地板 好了 贴脸上要交 是的 你看说 什么叫石木复合啊 这个石木复合 就是不光是木头 它掺杂了一些别的东西啊 自行百度就行了 好 十四电池 电池呢 这里边 我告诉大家 也涉及到了一大堆 特别复杂的东西 那么电池呢 首先大家怎么记 我来告诉大家 电池 先了解 这么几个东西 原电池 蓄电池 燃料电池 太阳能电池 但是 各位注意了 这里边的 燃料电池 太阳能电池 等等 我们实际上都是有免税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 括号一里边 给大家讲了一些 免税的项目 这些免税的项目 画一些热点就可以了 好 第一个 金属氢化物的 镍蓄电池 这个东西可能我光说名字 大家不知道 但是我说 镍氢 什么氢镍 这种电池 大家可能听说过 对吧 氢镍 镍氢蓄电池 免税 锂 只要有锂字的 记住 锂电池 免税 太阳能电池 燃料电池 免税 就记到这个程度 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 这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 全翻页流电池 也是免税的 但是大家不用记那些 很特殊很特殊的项目 所以这里面记住这么几个 免税的东西就行了 好吗 谦虚电池 我们现在是征收消费式的 好了 这块就过了 税率也不用记 最后一项涂料 涂料我们对于它这个挥发性的有机物 叫VOC 我们这个挥发性有机物呢 是有一定要求的 我们必须说这个挥发性有机物高于420克的 才征 如果它的挥发性有机物低于412克 我们是可以给它享受免征消费税的 这是我们的涂料 好了 各位同学 课间休息10分钟 回来继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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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